对,到球员的这个位置上,就会觉得很难 保球,保镜 保镜,看起来 荒山立文远台保镜 但是穿到红球后,最终白球的位置并不是十分给力 角度不好,同时有些扮演踢酷 我见其应该需要发力才能下来走位红球 终于脸上来看我身 谢谢,谢谢这个思思 不正业的,楼姐不正业的评论员 高难度的推球 推进 实在可惜,它可以出现失误 斯诺克最致命的就是达彩照红失误 因为必定会留下机会 中间 太意外了 它就没有塞进去 没有塞进去 哇 这一下,全场又废藏了 又是罗尼圣 又是罗尼圣 罗尼 一个机会不多了 我们看好你哦 哦,这个就演个打进 天呐,不是吧 火锅又失误 仙尝球迷已经无法淡定了 这样的反转 谁的小青藏能受得了啊 克勒姆布赶紧让裁判清一下白球 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调整一下心态 现在要是再失误 估计就真没了 决胜局 这是2017年香港中球大师赛 现在火箭与特鲁蒙普 已经是战斗到5比5决胜局 不过看起来两位似乎都有些大赛经验不足 比较紧张 平凡手抖出现低级失误 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场菜鸟护卓到底谁能胜出 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了 同样的 上次欧洲打试赛的决赛 两个人的碰面 也是脱鲁木骨小刀最后 7比9落后 6比8落后 最后9比8逆转 全行两侧 决定来打这一侧 这次大师赛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 总奖金31.5万一爆 其中冠军10万 亚军7.5万 原计划公布的球员名单为傅家俊 丁俊辉 塞尔比 特鲁木普等人 名单中并没有奥沙利文的名字 不过云单在最后时刻发生了变化 火箭奥沙利文最终底 比丁俊辉参加这次比赛 丁俊辉退出的原因并未透露 但是球迷间众说纷纭 各种版本的猜测都有 排名赛 当然8月1号到9号要进行三战排名赛的资格赛 这三战排名赛分别是欧洲大师赛 印度大师赛 以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 也就是说在8月份到9月份期间 准确的说是9月份到10月份期间 要来进行三战排名赛 但是这三战的奥沙利文都没有报名 9月份 好 调整到一个正确的姿势 27 28 打进这颗红球将顺限赢来抽分 但是篮球的这角度稍稍有点问题啊 但是篮球的这角度稍稍有点问题啊 篮球打进 特洛蒙姆率先完全超分 如果接下来这个红球打进的话 相信火箭会直接起来握手认输 比赛 红球没有打进 特洛蒙姆未能进一步扩大优势 这狮子超了三分 只需要一杆斯诺克 还可以抢救一下 临阶了46 台面还有43 一杆斯诺克 淘酒 金城说脸都绿了火箭 不至于啊 这球不至于 那龙的火箭杆真是准啊 厚斯诺的远台红球晃弹 差点就被他打进了 现在火箭获得一个上手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地步丁军辉出战的火箭 能不能力往困难 对43 哇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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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上了 现场掌声雷动了 终于看到了这种 在落后的情况下之后呢 做球 准备用两裤啊 来解这个红球 两裤 哇 没有解到 没有解到 会留下自由球 克勒姆普没有解到 背法四分 此时红球最右侧薄边被挡住 这杆还形成了自由球 克勒姆普这杆真是太伤了 背法分不说 还送了一个手摆机会 才一个回合 于是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反转 活过来 此时台面分数足够 我见只需要清台 就可以绝境之下完成绝杀 对 像是木子 和老师 活过来了 这个键 再加上自由球 再加上分数 这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先要把粉球先要搞回去 现在绿球在湖边 就看火箭这里是否还会发生反转 这个自由球的这个机会呢 也只能拿一个一个彩球来来这个说事啊 也不可能说处理掉绿球也同时呢处理掉粉球 这不太现实 所以 这绿球呢 仍然是 这这场比赛 整个这场比赛的 一个焦点球 看 你看 这看 蹬过来 看绿球的准度了 二十分 绿球 同时顺利掉的咖啡 天上球迷彻底沸腾 一捕出息的火箭最终还是没有让人失望 特朗普被火箭好好上了一刻 谢谢 好球 好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祝贺奥沙利文 各位小伙伴 点赞关注哦 祝贺奥沙利文